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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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進講過一些 雖然我坐屍位 但我的主角是我的老友 張國明導演 今天仍然和謝夫拍檔 張國明導演當然有無數的話題 你是我的老闆 我和你當副導演 今天不講私人的關係 今天找你來是因為我們出街的這一天 是有特別意義的 因為在邵氏的日子 我們經常會見到一位前輩導演 就是《楚源》 我想利用你和我們一起回顧一下《楚源》 因為《楚源》是在2022年2月21日過世 剛剛的幾天就是一周年 除了一周年以外 香港電影導演會和電影資料館 合辦了一個叫做《玫瑰蝴蝶紅葉》 《在探索源》的《秘密花源》 選了13部片 大家再看看它的精彩作品 但這些我們不是介紹 只是大家有興趣可以去電影資料館 因為18日、19日 即是連續幾個星期的星期日 大家可以去買票 電影資料館的票好像45元 我們會比較便宜 我們導演會是有特惠價 不是,我的年紀可以便宜一點 哦,落魂級 我還不可以 滿價 你提醒了我 還有一件事 和《楚源》導演有些淵源 過去每一年的11月1日 探索源都會擺大壽 全部都是迪龍、唐佳、張國明導演 和他一路拍戲合作的人 和他賀壽 有很多年是我的《寧記麻辣火鍋》 我拍了一段片在你 很漂亮 街燈很漂亮 有張國明在這裏 當然有影像紀錄 我們經常在你Facebook 你不停地說 我的床下底就找了一些好東西 我們就和你分享 所以我想問你 其實你是何時和《楚源》熟落 或者你第一次對《楚源》的印象是怎樣 我第一次知道哪個《楚源》 就是看《黑玫瑰與黑玫瑰》 然後看黑白片 片中有一棵樹樹 下面有一個人 那個人對鏡頭說話 還是提醒ke for it 為我這個故事是 我才說《我是ить楚源》 instructionalний《楚源》 official故事是甚麼 好像每個兒會化過電衛工具 好像劇場所說 当然原來是戲合的 więc,原因是一直拍攝 第一個印象 就是《黑玫瑰與黑玫瑰》 《楚源》 《楚源》的作品 數以百多部以上 除了《黑玫瑰》之外,其實是尖士邦靈感 你在邵氏拍戲時,坐完已經在邵氏盛名很久了 我可以說,第二個對他有很大的印象 就是《七十二家房客》 突然有一部粵語片,全部都是國語片 突然有一部粵語片出來,然後賣五百多萬 超級到有一天,我遠遠看見邵氏盛名 我看見一個超人走過來,他不認識我 很厲害,還未認識 因為邵氏盛名,他三、四年出生 他二十三歲就做導演 因為我要和導演換水 所以我特意看了他的第一部 叫做《胡叛草》做導演 是嘉寧、藍雄、謝賢 其實他的手法已經是和我們看舊的語片 很新穎 可以檢查他的大頭 以前六十年代很少 他的日子,除了光毅、郭泰 後來入了邵氏,也曾經日子不太過 你知道那些導演 我們早前訪問張遠亭說 這部電影好,接著就好 這部電影不行,這部電影就很艱難 所以一輩子做導演 其實這一輩子都很艱難 真的 有一部電影可以,想著發達 又要一年多兩年拍一部電影 拍完後可以,不用吃飯可以 很辛苦 人工又少,時間又長 最低工資的很多 如果遺棄的日子當然是 所以真的要勸別人 不要有這麼大的理想 潑冷水不行 但是,後來你入了邵氏 你的星際頓胎 但是,在入邵氏之前 除了72家房客 那些流星蝴蝶劍你又怎樣看? 其實我可能要說 就是我跟邵氏的接觸 例如,我看了72家房客 有些人在說坐園、導演 我那時候也搞亂了一件事 導演和道具是否一樣 差很遠 有人跟我這樣說 導演和道具差很遠 導演年紀才拍一部電影 人工只有這麼多 但是,道具可以幾十部一起拍 所以,人工就比導演多 就是這樣 那你不可以做道具? 原來這個世界只有一個人 只有一個導演 就像道具一樣 那時候就坐園 他經常都是四、五部電影一起拍 你未見過 只有這個導演是這樣 他多到直接去拍古裝片 他是片場導演 聽說他每天11、12時才到片場 吃東西就開工 然後應該九個小時後 八、九點下班 就是打麻將 然後睡覺 第二天 就像上班一樣 最厲害的 最厲害的就是 他不僅是上班 他只是一個 上班 他只是開工廠 他只是開工廠 月光、山後 都一樣 例如坐了一個艇 這個就是古龍那部在這裡拍 換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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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拍 金融那部 在這裡拍 全部的景色很厲害 還有 有些人還未到 誰還未到 拿衣服 真的 不是開玩笑的 我想問你 有沒有聽過一個傳說 去年坐完過身 我在光明頂說過 我聽說 他拍過古裝片 其中一個道具 有一個鏡頭 雖然有一隻貓 即是在鏡頭前面跳過 但是道具沒有準備貓 要準備可能要三個小時後 坐完導演就說 不用不用 拿一條白毛巾來 叫副導演在鏡頭前面 拋白毛巾過鏡 但配音配回 那就可以了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這個我沒有聽過 就是剛才我講過 可能是勁的那隻貓 人在那裡拿衣服 就很奇怪了 扔著衣服 就是 找一個人站過來 扔著 例如我們 哎呀 頭痛了 糟了 哎呀 等著快點叫他 坐完是不說的 拿完衣服放在那裡 但是他實在太熟了 很快 很厲害 撿衣能力 所以很棒 但不是表示他媽夫 我們知道電影有很多剪接的技巧 很完整的一部電影 是的 如果讓你選擇 你最喜歡坐完的電影 你會選擇哪一部電影 其實 我的感覺 我不會先講喜歡不喜歡 就是講那個 感受最大就是 黑玫瑰雨 黑玫瑰 然後就是 差異家房客 後面那些 也有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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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就是很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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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有另一個看法 那些片 那些片 我看的感覺 是不像 香港的 網核片 一般的網核片 像什麼呢 我吃正我 我很喜歡看愛勞符連 是打西洋劍的 我覺得他的劍 不是中國劍 是西洋劍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人魚肉劍如虹 不是那些 人魚肉劍如虹 是的 所以他真的要留意一下 他的劍不是中國劍 只是西洋劍 是這樣的 關於母子的事呢 不知道 可能母子或者他 我就沒有站在旁邊 就是佳閣為主 全部都是唐閣 是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 啪啪啪啪 就是這樣 又更加不同 張徹 張徹那些是陽光很多 你用刀 打了胸口 一定是六塊肌 一定的 只有一個 不打胸口 是誰 姜大維 你見過姜大維打大胸口 沒有人 沒有人 我說回 在我們這個回顧展裡面 有些戲 胡叛座 剛才說過 有一套叫做 可憐天下父母心 應該是我們這一段 這個一定有看 你哭死了 我老婆說哭不到 吃一家人都哭 紅寶寶 黎小甜 你媽媽又哭 看到哭到什麼 這個很厲害 另外東暖 我看過了 我的資料館 是很悲劇的 小芳芳和謝嫣 這個應該在18日做完 如果我們出街 如無意外是18日 我們19日星期日 就做《含淚的玫瑰》 黑玫瑰蘭 明天做了 另外一套叫做《我愛紫羅蘭》 《我愛紫羅蘭》 聽說是坐原向迷魂記 《Vertical》 《希治閣》 《希治閣》 大家有機會去看看 下個星期 即是2月5日 有《玉女添丁》 《大丈夫日記》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這個很重要 《大丈夫日記》 我找過鄭丹瑞 我是說林彬好 林彬找不到 那時候很厲害 因為我年輕人每晚都聽《大丈夫日記》 因為他再變電影 當然是老夫人 因為早期採演了很多電影 都是天空小說改編的 《湖畔草》就是天空小說 《師生子》 即是早期《崗藝》 都是這樣改編的 《大丈夫日記》 我特意找了我的老朋友 阿彈 阿彈日電台說小男人周記 一個小男人去說《大丈夫日記》 挺好的 《大丈夫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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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勞》 《愛勞》 最終要看《何麗麗》和《瑪麗》 《瑪麗》 我常常看《DVD》 和老婆一起看還是怎樣 你老婆不准看 然後是《72家房客》 就是星期天 然後有三部 就是他的磨合片 因為我和禎哥談 禎哥說 其實他最精彩的一套 叫《龍牧香》 是《國泰》 所以他們特意在這個回顧展況 禎哥自己解釋 找到 另外就是火拼 火拼是金漢寧波做的 我找了他們的兒子 不覺自然解釋 是否很正 然後流星胡蝶就壓軸了 因為開啟了所謂《古龍摩合片》 是坐完畢生的其中一件事 等於奇連伊少爐做毒行俠 這是不能抹殺的 這是宣傳電影資料館的活動 謝謝大家 各位觀眾 我是坐完畢生 我現在向我介紹 我所導演的一個最新故事 在邵氏 你還未開始去到 我還要很長時間去到邵氏 我知道 因為你個人的 我會 下一集就說你 但很重要 我也想說 好 你說 都是坐完畢生 我譬如 知道有一個人 特別是很遠見到 我記得他穿白衣白褲 那次 很厲害 遠遠見到他 然後不認識他 但有一天我接電話 電話響 那個人拿起電話 我是導演坐完 從黑來玫瑰 黑玫瑰 黑玫瑰 就響句 你知不知道有什麼事 我不知道 他打電話找我 你找我什麼事 厲害 你知不知道 我想找你做編劇 我還未編過劇 為什麼 因為他找過我做編劇 我是咖啡屋 我又是咖啡屋 奇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原來是怎樣 原來我拍了實驗電影 剛才你說 他的電影多數是天空小說 原來實驗電影也有 我拍了實驗電影 他看了我 看了《二世之所》 我知道 我當然知道 他拍了一部電影 就是《二世之所》 他看了我的電影 然後找我去編劇 我說 我未試過 行不行 行 我又教你 但是不是 他的電影版是你的編劇 是我的編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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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世之所》 就是講一間屋 日後住一家人 和晚上陰間住一家人 都住在一間屋裡 是這樣的方法 我也是有剃白米 方令政 出走 廖偉雄 金炳卿 吳宇森 黃志強 你也有和我們合作 他們是第一波 我是第三波 年紀更大 更多 我知 領暢署員都是表達這件事 差很遠 你那些影像床底 還能找到嗎 還有很多 我們的粉絲 有些很年輕 40歲以下的人 聽都沒有聽過 如果有些 二世之所 還沒有 二世之所 沒有了 整個過程都是鬼片 現在沒有了 回到第四度空間 對 那個人說 當時沒有底片 只有正片 然後 放演會 我問他 你還給我 我還給你 這是鬼片 簡直是鬼片 應該是火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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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薇說 她說抱歉 她叫人去 不知道是她搞的 問一個王敬強 忘記了誰 中間人去拿片 還給我 可能我不是王敬強 我忘記是誰 總之我問她 她說我還給你 可惜 這是我們新浪潮之前的那一波 文藝青年 金兵卿從意大利回來 王國兆從法國回來 就蜂魔 因為一定要有些種子 才有後來 電影界的新浪潮 對嗎 那個 坐員打電話叫你寫劇本 然後什麼時候 跟坐員 越走越近 主要都是寫劇本 寫劇本 你所說是在咖啡屋 經常在咖啡屋 跟她談 但我真的沒有試過寫劇本 所以她們談兩談 她們覺得 可以了 她自己是編劇出身 她只寫了分場 根據我的故事 然後寫分場 然後一邊寫 我就再寫 她很尊重創作人 知識產權 其實她可以不打電話給你 原來你的編劇本 她只寫編劇出身 她都可以 但她對於後輩的題材 真的不會借人過竅 雖然自己做了分場 但也找回她 其實我其中學編劇的過程 就是把她打電話給她 即是她分場怎樣說 當然我就是 我們那時候看英格勃文 我寫的東西就是英格勃文 就是在棺材掉下來 寫得很過分 我自己覺得特別是年輕人 年輕人 有什麼所謂 你會知道 跟著《夜半奇談》 你寫不過 一定要寫得 是誇張 可能不是誇張 是非一般 非一般 寫出來 她又受 她又受 她的思維是很前進的 例如我們剛才說 我愛子羅蘭向希治閣致敬 甚至乎乳語片時代 後槍一模一樣 一個鏡頭 一模一樣 那時六十年代乳語片 有很多人向荷里活借鏡 希治閣、蘭龜兒魂 那些都有乳語片版 仍然未入兆市 我剛在《禮的電視》做PA 剛剛進去 張青 跟張青打工 不成歡 還未去到張青 不成歡 查理 總之去到 剛剛做得很少工資 只給劇本幾倍工資 很開心 很開心 我們由張國明導演後鐘 就知道坐完 就對於提攜後輩 看實驗電影裸巧 我們坐完特輯 當然不止一集 只是坐完 但我覺得 大家一周年懷念坐完 由張國明眼中坐完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這樣的活動 我們 休息後 我們喝杯水 回來 我就進入張國明世界 我就不再講坐完 我就要講張國明 還有很多坐完要講 有機會 我們圍路說坐完 你來到我當然不放過你 我走 多少人對於你那些 經典作品 愛情史 每個人都是妒忌你 大眼妹做了你老婆 我被人飛了 多少人當著 那時候笑視那些新人 這些我們下一集說 好嗎 休息一集 繼續有張國明導演 如果歡迎我們這個頻道 請訂閱 留言分享 看廣告 OK 拜拜